即时新闻综合报导,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姚立明近来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不满,还曾说愿意担任表态参选的民进党立委姚文志的竞选干事,但姚立明认为民进党还是会礼让柯P形成两强对抗的局面,对此姚文志觉得这应该只是激将法。 综合媒体报导,姚立明所在政论节目指出,北市选举无论怎么绕,最终应该是柯文哲对决国民党前立委丁守中,民进党立让的机会还是较高。 先前曾脱口托党参选到底的姚文志,接受广播专访时谈到,目前民进党应该在衡量是否和柯合作,长期希望民进党参选的姚立明才会使出激将法,目的是要刺激民进党。 姚文志说,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目前的态势相仿,以绿营过去40%实力的情况下,直言能不升选吗? 感谢观看